李宗盛 君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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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總共是爭取到多少個提名票 我在六點鐘根據我的同事的點選 大概我已經是爭取到700多張提名票 我再次感謝給提名票我的各個選委 他們的支持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舞 我決定明天就會帶著這700多個支持的提名票 去報名參選 在我報名之後 都會有不同的諮詢會 特別有些專題性的諮詢會 我是會和有關的選委或者其他人士進行交流 希望寫一個政綱是充分考慮到實際情況 兼且是一些我認為是符合到大家意見的一個政綱 沒錯23條立法其實是現屆政府已經是有計劃推進的 我會是繼承他們的推進工作 在按部就班 積極推進23條立法 去符合我們這個憲制的責任 這個也是香港國安法裏面提及 我們是要根據基本法23條盡快立法的 另外一樣就是陳鋒佳案其實要處理它是非常之簡單的 就是台灣當局立即去接受它去自首 因為陳先生根據香港的法律 他已經是自由的身份的了 而他已經多次表示是非常希望去到台灣自首的 任何一個正常的當局都應該接受一個逃犯 他自願去自首的 所以應該就是問台灣當局也都要求他 盡快去讓陳鋒佳去台灣自首 這個是公義所在 不要政治化了整個議題 他們才能接受到台灣徹底的 所以現在需要公會選一個 所以我們在中 imperson Milano 順利按新報告 再來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